近日 大连长海县人民政府分别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签署合作协议 协议共规划投资和受信300亿元 支持长海县建设生态低碳示范岛 今天由省富联省法院等单位联合开展的与爱同行送法到家 助力双减2022年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启动 通过我的家教好故事分享会等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 宣传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 春节临近 我省公安交警将酒驾醉驾违法专项整治重点 向农村现乡道路延伸 通过警队联勤交叉检查 随机抽查 机动巡查等方式 对酒驾违法行为实行精准打击 元旦以来 全省共查处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1270余起 本台综合报道 本台综合报道